迪丽热巴和徐志胜 假的 假的吗 我爸呢是一个审讯警察 审讯警察的工作就是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拿出一个台灯 啪 照在犯人的脸上 一阵强光的晕眩下 我爸拿出一个保温杯 吹了吹 上面的茶叶末 点起一根烟跟犯人说 想想你的家人 犯人立马留下一滴悔恨的眼泪说 我招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电视剧里看来的 我爸还说 这样的剧本不要接 审讯是需要演技的 我说爸你不早说 下一集我就出现了 好吗 我小时候呢 去拍杂志 别的模特都是经纪人陪着去的 我警察陪着去的 可威风了 只是后来有传言说 杨幂今天工作结束 就被警察带走了 其他杂志模特问我说 你这么配合拍杂志 能减几年啊 我 时尚圈 再逃模特 当你爸爸是一名审讯警察 你真的很难撒谎 有一次呢 我考试成绩不好 很想蒙混过关 我就拿了一堆的诗卷 放在他面前 让他签字 我爸呢 一下就识破了 跟我说 我能接受你成绩差 但不能接受你撒谎 我就老老实实 把那张不及格的诗卷 抽出来放在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上面的成绩说 我能接受你撒谎 但不能接受你成绩这么差 我说 爸 那你也不要撒谎嘛 我小时候呢 很淘气 有一次在家里 拿道具手铐丸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铐住了 我爸就叹了一口气说 要是所有犯罪分子 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别的小朋友在家调皮 家长会说 再这样 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 只有我 直接在家里自首 审讯警察真的很厉害 看人真的很准 很多新闻 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 CP 一眼变真假 有一次呢 他看完脱口秀大会跟我说 你别不信 迪丽热巴和徐志胜 假的 假的吗 我说 那可不一定 徐志胜 没那么简单 好 好